好 那我们现在要去喝个电动香 因为我们喝了那么多运动饮料 我们要看哪一个是最有用 对不对 没错 对 因为做一位男人 你们没有那个power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帮你测评一下运动饮料 哪一个是最棒的 我们先去做 OK 那我们就现在去找点 找点 喝的 其实你平时喝运动饮料吗 我 我 我又不运动了 但是运动饮料就不是可以运动了 所以运动饮料也可以让你在床上更持久 我还是粗男 我还是粗男 但是这个有了 这个有了 没拍 没拍 其实我最怕的我就是 搬着摄像机去买东西 那个店员的眼神 就很奇怪 大家永远知道我们不在拍视频 可是没有拍 没有录 我们一直都没有录 一直都没有录 对 几分之后 加的了 麦当 我怎么啊 进口红牛 国产红牛 包括咧 好 那我们先 这什么意思啊 他们两个在搞什么 好傻屁哦 那我们今天呢 来看一下我们面前的六种饮料 哪种最好喝的 然后我们不是鸡老 所以我们买了一次新杯 OK 而且他们这个13块钱 很高端 你懂吗 而且我感觉就是 女生看到你用这个杯子喝的话 他们就会爱上 立刻爱上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麦当 麦当 我是高中的时候 都是去喝 你呢 我一般加入站 你还在高中 加油站 首先呢 他的眼神是很透明 很干净 然后先问一下 哇 这是什么垃圾味啊 首先 来 好难喝啊 你给他几分 如果说满分十分的话 我会给这个 两分 两分 我 给他一分 OK 来 干了吧 下一个 可以喝一下加德勒 加德勒是 我是初中 初中的时候喝 首先呢 他的颜色 是好像是橙色吧 所以你喝这个的话 你尿尿也会 走 哇 有用 我突然感觉我 你来打一下 我不会真的 对我没事 我没事 如果还是十分 我会给这个零分 这个比刚刚那个 还更大 以前我记得他很甜 超甜的 现在你不行了 那我给他六分 是因为 他给我以前带来的很多快乐 但是你现在是过气了 有点像一些博主 像我 没有 你都没有红过 下一个 这一个 我高二的时候 我们都是喝这个 但是我们那时候这个 中国还没有这个 果 果上的 就是有点进口的 而且他的味道 我好喜欢 突然感觉我年轻很多了 OK 来 走 这个红酒 一样的味道 真的 就像雪碧跟那个红牛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对对对对 所以你给他多少分 五分吧 OK 我们就喝这个进红牛 OK 来 好 像西X一样 他的味道 有点像 一个美女 像个美女 然后就裸体的 站在里面前 你给他多少分 8分吧 我给他 9.786分 他 所有的东西 我刚刚刷一下 这不是 9.786分 来 下一个 他只能跑到国场 中美对抗 中美合拍 不用等今年下半年 现在就开始 这个味道 这个颜色不一样 而且他没有吸泡 好喝 超酒 还是 国场的 还是国场好 100分 太带死了 这个没得比 so good 王者 very many good 说喜欢 我还是喜欢 没有 我就是喜欢这个 就喜欢这个 最后一瓶 首先他的颜色 但是透明 但是有一点点灰 你有没有发现 就像那些 就像什么 请问 大哥 这个就像那些自来水 我的意思是自来水 如果你想到了那些 那就 那说明你思想不是很正确的 没有 我就说水嘛 干干了 来来来来 这个把我带回去 我那时候是篮球的 篮球队的 真的是我们都天天喝这个 就很有 感觉 我觉得这些饮料 他们会给你带来很多一些回忆 可能就不单单只是饮料 对 它是一个生活方式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生活方式 就是一个 life style life style you know 那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你们可以去我的频道订阅我 点个赞 投币 评个论 充个电 但是最重要还是 关注